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其实说到蜂蜜云溪的影响 各地仍然是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特别今天在北部地区对流发展的相当的旺盛 各地都有明显的降雨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 明天这部蜂蜜云溪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不过西南风还是持续的吹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在西半部的沿海地区呢 清晨的时候容易会有这个陆风跟西南风符合 导致会有一些对流域性发展 沿海地区容易在清晨的时候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另外中午过后呢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也很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 所以特别提醒您 明天虽然说天气呢要逐渐的恢复稳定了 但是仍然是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的机会 提醒您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去 从事农续活动呢 如果遇到午后雷雨 也要赶快的进入室内会比较安静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农业小丁 您首先呢提醒种植芒果的农友们 在最近呢这个温度比较高 湿度又高的这种天气情况之下 很容易呢引发这种芒果的碳驱病 而且呢在雨水打到这个 磷患疾病的叶片上面的时候 还会携带呢夹带病菌的孢子 再转移到其他的植株上面 所以特别提醒您 如果磷患疾病的植株的话呢 最好是赶快的把它移除田间 而且呢可以试用一些合格的药剂 来减少它持续的扩散蔓延 另外呢在最近这种高温高水的情况之下 也特别容易呢 让红柔果产生像照片上面这种的溃疡病 所以是提醒大家哦 要落实田间的通风卫生管理 同样的呢也是要多加的巡视田间 如果有磷患疾病的植株 就要赶快的把它移除掉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呢 那这部封面明星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西南风影响台湾 带来一些水汽 所以中午过后呢都会有一些午后震雨 另外在沿海地区呢清泉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发生哦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从明天开始 因为封面逐渐退到台湾的北方 所以台湾各地天气状况呢 算是稍稍的回稳了 只是呢就像刚刚提到的 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午后震雨 还有清晨呢 在中南部地区沿海的零星短暂震雨哦 所以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呢 各地的天气状况都很类似哦 每天降雨的这个地区呢 跟形态都蛮类似的 就是要多加注意午后震雨 跟清晨的短暂震雨就好了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哦 接下来这几天呢 天气状况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再稳定 建议你就不妨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 赶快的巡视田间 把一些落国跟残枝呢 赶快把它清除掉 来保护维持我们的田间卫生楼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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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